因為自己已經不再是新人 緊張 多緊張 怕發揮不到自己的水平 就是發揮不到自己平時練習的水平 不可以給別人一個交代 別人每年看你 看看有沒有進步 這樣退步了 反而給不到別人一個交代 比如說你的目標 還是我要參加國際大賽的時候 你就會面對很多強勁的對手 這些對手都不會是弱者 我們要選擇他做對手 去跟他競爭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同樣跟他一樣 要付出、要努力 甚至我們比起他還要多 因為我們是業餘的選手 要克服更多的困難 我們就能夠踏成功 曾經任國家隊 武術教練的曾鐵明 自1991年來到澳門之後 接觸了一批又一批的澳門青少年 令他非常感動的是 雖然一班學生是業餘的性質 但仍然堅持接受 每天無間斷的訓練 同時兼顧學業 為的是有一天 有機會為澳門代表隊 在世界的領長台上爭光 練習的目的都是為了 可以代表澳門出去比賽 出去比賽 就更加想發揮到自己的水平 為澳門爭光 這一屆的武術錦標賽 已經是施行他 第二十五次參加武術比賽 雖然是作為澳門本土的賽事 但對於澳門的運動員來說 這次的比賽十分之重要 目標是想四大賽事獲得前三名 如果要出去比賽的話 首先要在這裡贏到冠軍 先贏自己人 如果要在澳門獲得冠軍 才算是人才出去比賽 所以這也是頗重要的一個賽事 同場的泳師也有參加這一屆賽事 這次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參加武術賽 雖然媽媽這一天不能夠來看他 但一直打電話給隊教練問女兒的情況 而泳師就說媽媽一直都支持他 就算有沒有來到都會努力比賽 你覺得待會比賽後怎樣才會打給媽媽 比賽後想打就打 然後要是拿到獎就立刻打 會說甚麼 我說媽媽要拿到獎了 苦練多時 在賽前泳師跟我們說 心情不算太緊張 他還跟教練一起研究 接下來的賽程 和不斷做熱身的準備 澳門競爭泰育會 領泳師進場 不過在第一場的槍術比賽 就為泳師帶來了沉重的一擊 一套原理的動作 在最後一段因為一個失誤 令他失去了不少分數 在這一刻 可以看到他極之失望的表情 那些不歸失 本來怎麼放進去一次就插掉你 不是啦 你不要再拿地 就行了 怎麼這麼蠢 剛才看到你 是不是小小失 是 為甚麼 本來打算今晚可以拿到第一 後來呢 後來點了戲鞋 剛才教你和師姐跟你說甚麼 跟我說那個動作應該怎樣做 那些 然後想著叫我下次不要再犯 其實應該是 一插插去 然後讓他放下來 我一插插著地毯 我就卡住了 一甩甩甩甩 我覺得是一個教訓 就是訓練的時候 沒有去想他應該怎樣做 其實你覺得 這些拿不到帳或者失手 失望一些 還是考試拿不到高分 失望一些 或者哪些東西失望一些 比賽失望一些 為甚麼 就是 考試有得補考 這個不能夠 在另一場的賽事 詠詩所參加的項目是長拳 當日的比賽 詠詩身體的狀態不會太好 因為他的肚子一直在痛 在工作的媽媽非常擔心 不斷打電話問教練各類的情況 但詠詩就看來對未來的比賽有點緊張 不停地重複練習 同一個高難度的動作 他們家長都很支持他 他本身又很緊張 因為這次是他第一次參加 澳門的錦標賽 他心情很緊張 剛剛又 昨天可能吃錯了東西 又瘋了肚子 他媽媽打了兩三次電話 我們都很關心 很快就輪到女子組長拳的賽事 詠詩是第一個出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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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難度的動作成功過關 游詠詩最後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是其他的參賽者完成比賽 在結算總成績後 詠詩在長拳的項目得到第二高分 成功取得了他武術賽事的第一個獎項 他知道後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他媽媽 是呀 我拿了第二 是呀 那個謝晨星 阿薇呀 最後才結帳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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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三 如果你在這裡經常比賽 經常訓練 能夠過到這一關 其實就是一個很正確的人生觀念 勝利的時候怎樣面對 失敗的時候怎樣處理 這個都是很… 不管是讀書也好到將來出來工作 都應該是很好的一個表演 事實上如果他是合入他的話 他付出了相當的努力 而堅持長期的話 我當然是期望著他們能夠成功 是有朝一日呢 能夠在世界的領長台上 為澳門爭光 也都為自己去創造一個輝煌 但是呢 世事不是一樣都如意的 十個奮鬥 能夠有一半人能夠出來 就已經是很高興了 但是呢 我認為 你站在一個領長台上 這個只是一個階段的終點而已 並不是你的人生終點 並不是你最終奮鬥的終點 可能他通過今天的認識武術 和參加武術的訓練 使自己更加堅持 更加知道怎樣去奮鬥 更加知道怎樣去成就一番事業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對他的意志貧行 對他的自信心 我想這個只是重要 這個鍛鍊只是重要 看完兩位年輕人的經驗之後 你有沒有為自己定下目標呢 好多久 很多謝 看到了 加拿大 也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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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